女商人與兵雙戀,被騙過千萬 聯合國維和部隊 一聽就想起太陽的後裔送送機 可能她也是,那就中招了 這位住將軍澳的50歲女商人 上年11月在Facebook 認識了個駐守伊拉克的聯合國維和部隊士兵 Facebook, Weixing, Email 就是這樣聊聊就發展為戀人 接著對方就遮頭遮路問她借錢 男朋友有難,當然幫忙 先後過了7次 總共170萬港幣左右 去六個大陸和本地戶口 啦啦啦,到現在還沒見過面 之後冰哥又說自己在展區 得到一批150萬美金的黑鈔 是屬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不見得光所以掩黑了 又找了個聯合國官員 跟她在深圳交收 還即場示範用神奇藥水洗錢 早起造傳套 寄了雙黑鈔紙去她家 叫她保管 又再問她 令多成850萬港幣買藥水 但之後男朋友和官員都當然沒有影 她星期五晚報警 列以欺詐手段取得財產 暫時未有人被捕